前几天奥斯卡提名名单终于出来 不出一半 最佳影片一定是《沙丘和犬之力》中的一个 《我忙猜沙丘》 谁让我实在是太爱这个电影了 那就先说沙丘 其实它故事特别简单 未来世界 宇宙航行全靠一种只存在于沙丘星球的特殊资源 香料 为了争夺香料 不管星球的家族被另一个家族灭族 就跑出来一个少族长和他妈 两脸拉拢了一批土著决定复仇 故事一点都不奇怪 但别忘了 导演可是丹尼斯·维伦牛瓦 很多人应该看过这张国外影迷做的图 诺兰 科布拉都得靠边站 库布里克和斯皮尔伯格才有资格靠着腿抱着腰 被他们抱着的 就是这个影迷心中的电影之神 维伦牛瓦 我大概能明白他为什么称维伦牛瓦为神 一般人拍科幻片 大英雄 大乱斗 大爆炸 用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武器 对观众进行感官轰炸 但你看多了总会觉得视觉开始廉价 而维神拍科幻片 则会用一种镜头尺度的变化 为画面制造一种动态的宗教感 用沙丘里的一个镜头为例 几个人从暗道走进建筑 然后镜头给到中庭屋顶 是不是感觉房间也就这样 可镜头立刻沿着石柱下摇 等人走进来后你才看清 人跟石柱相比就像虫子一样渺小 不管是之前的《银翼杀手2049》 还是《降临》 它的镜头里似乎就只有两种尺度 巨物 蝼蚁 一开始你无法察觉巨物的压迫感 和参照物一旦上来 那种恐惧就开始霸占整个屏幕 宏伟的史诗感也就开始显现了 所以维神可能是最适合拍《沙丘》的导演了 因为原作本身之所以在科幻小说界被封神 就是跳出了微观叙事角度 用一个王子复仇的故事 去高度浓缩人类文明史 其实傻子都能看出来 啥外星故事 啥宇宙航行必须靠香料 这不就是现实世界的石油战争吗 确实 《沙丘》的故事就是在概括西方文明的进化史 殖民 掠夺 被反抗 然后再换一种方式重新殖民 重新掠夺的轮回 电影中最开始殖民《沙丘》的 是依靠暴虐奴隶制的哈克南家族 他们被调走后 紧接着是鄂崔迪家族 组长跟土著说 我们是好人 不会压迫你们的 土著哼唧了一声 用不着 你们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干净滚 甚至在整部电影的叙事观下 王子的复仇也未必全然正义 他一开始是怎么允诺土著的 是说自己复仇后能当皇帝 这竞争无非又是新一轮殖民掠夺的开始 不用我说大家也有答案 所以我并不觉得《沙丘》是太空割据 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粹质疑西方文明的太空史诗 而维深的镜头最适合派史诗 两种尺度的镜头强烈对比 挤压出的那些华丽与阴郁 明亮与悲壮 辉煌与残破 再加它构图上的无比精准 都十分高效地制造着一种古典主义的厚重 在这种厚重下 人类越发显现出我们异碎和素朽的本质 顺便一提 在镜头精准度这点上 维神跟张艺谋异曲同工 狙击手镜头干净凌厉到极致的准确 完全碾压春节党其他所有对手 不得不说 准确对创作者而言 真的是一种奢侈的能力 也难怪《沙丘》能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摄影 最佳剪辑 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十项提名 诶 你发现没 可不管是影帝影后 还是最佳男配女配 《沙丘》一个提名都没拿到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 在《沙丘》中人是次要的 而人类才是他要探索的命题 我反正最看好《沙丘》能拿对讲 只不过他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犬之力 你印象中的卷幅是什么气质 神探夏洛克里的冷面画牢 模仿游戏里的仪式天才 奇异博士里的冷峻思考者 总之 就是自带优雅英语气质的冷漠驴脸帅哥 但心边犬之力里 他却演了一个粗鲁暴力的直男挨牛仔 一个控制狂 弟弟都四十好几了 晚上去哪了 见谁了 干嘛了 都要管 弟弟带着妻子和他儿子回家后 这种控制欲达到了顶峰 人家老婆好好弹个钢琴 不行 非得抱个破琴 但是捣乱让人弹不成 看镜头 一个高高在上的俯视 一个身处俯首包围而成的丘龙 哥哥的控制欲从何而来 电影没明说 但我们可以猜得到 他是一个骄傲的气概拥有者 看不起一切软淡 鄙视一切废柴 痛恨一切怂包 比如除了弟弟之外 他还极其鄙视另一个牛仔 身为牛仔 穿得娘了巴基就算了 爱好居然是做纸花 可这种阳刚真的神勇无敌吗 不是 其实你也知道的 软淡是病 可金枪不倒也是病 哥哥的第一次崩溃 是他亲眼目睹了弟弟和老婆的成长 他还是习惯性的在用愤怒武装自己 可镜头扫过去 你在他脸上看到的是什么 没错 一种颓然的无尽无毒 所以 这是一个被所谓的男子汉气概 叫化到已经病态的人 他本能的抗拒所有软弱 以至于极端到一度以为自己可以抗拒爱 他一生都在紧绷着 不让自己出现一丝软弱的侠戏 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溃败才是紧绷到最后的唯一宿命 目睹了弟弟成长后 那个用一辈子的男子汉气概 去围堵的侠戏终于出现了 于是 他在小树林里偷偷把自己献给大帝 这是被男人必须拥有的气概压迫的他 唯一可以揣卸的私密空间 可也就是从这一刻起 侠戏像是有了生命一样 狂欢地攀附着他肆意延伸 一丝灰线 渐渐开裂成一道巨大的活口 犬之力你一旦开始看 就会被一种巨大的压抑吞噬 他用一个人的战力来重新审视传统 当然不仅仅是对男人的 而是对所有人的一个疑问 如果我们必须要活成所有人要求的模样 那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电影的最后 又继续为这个问题 做了一个并不生死历劫 但足够悲愤的反问 是为了死吗 其实我自己感觉 对于最佳影片 犬之力很可能干不过沙丘 但卷服却很有可能 会凭借跟过去的自己 完全不同的超凡表现 拿下一个影帝